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第一案 雪地上的女尸 一支穿山甲探险队来到一个雪地上进行探险活动 却无意间发现了几具兔女郎的尸体 他们迅速返回 叫来老司机侦探进行调查 几具尸体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 他们脸色发黑 身体僵硬 看上去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老司机探长询问穿山甲队长 最近山上天气怎么样 队长说 最近山上一直刮风 刮了一个多月了 直到今天风停了 他们才准备上山 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老司机探长又问 最近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或者看见什么奇怪的事 穿山甲队长摇摇头表示没有 就在这时 一个穿山甲队员突然站出来说 我想起来了 上个星期四 我隐隐约约听见 从山上传来几声女子喊叫的声音 听不清在喊什么 偶尔出现一下 马上就随着呼啸的风声消吃了 我没在意 以为是风声呢 现在想来 或许当时山上真的有人 听完他的陈述 老司机探长马上猜出了 这些兔女狼死亡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五秒后揭晓答案 就是因为他们发出了求救声 声音太大 太尖锐 而引起了雪灯 把他们埋在了雪里 第二案 藏身之所 牛警官发现一个逃犯 并知道他躲在这些房子的其中一所里面 但必须知道确切的地址才能出击 通过无人机 牛警官拍下了这些房子的照片 他不知道罪犯藏在哪一所房子里 于是向老司机侦探请求帮助 探长看了一眼图片 他从方便逃跑的角度 迅速指出了凶手最有可能的藏身地点 你知道凶手躲在哪吗 答案 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偷走药水的是狗儿哈 他11点55分来的时候 药水瓶还基本是满的 等到12点15分吐晓妹来的时候 药水已经只剩半瓶了